最後南門11號 叫你綜衛下來打 GM親自驗禍 台灣飛人陳信安 來關心今天兩隊所排出的 先發五人名單 VASTIK學長隊 曾宇豪 陳宥偉 盧俊翔 楊敬敏跟陳信安 台灣飛人正式復出了 四節 一節十分鐘不停表 那停表是每節的最後24秒 第四節最後兩分鐘停表 三分外線 手起刀落 陳信安 台灣飛人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三分球 帶一步在45度角拔起來 打得輕鬆協議啊 那還算是正常發育嘛 對不對 也不差啦 對 也不差啦 哇 這一球 今天安哥 大部分的出手都是集中在外線 而且面對的是 他很有可能會選進來的張震雅 這就是總經理親自驗禍 這個哨音也是總經理的待遇 不能打他的右手啊 要簽合約啊 對 陳范 變成陳信安的對位 GM要來驗禍了 還有一個Crossover 晃開了陳信安 但自己沒有把握住 這就是台灣飛人的靈壓 你說單純用氣勢的壓迫嗎 扳給球 小米拿到沒有太好的機會 陳信安 在交到宏凱傑手上 第二拍的出手有了 陳信安要記上一次的助攻 那個安哥你打一下五號 然後讓聖傑換上 然後宇豪先修 42歲還有這個雞肉線條喔 谢谢大家